今日早些时候,环球网报道了宝矿利水特因香港无线电视台报道亭警察而撤销对其投放广告的事件。 宝矿利水特的制造商,日本大制药朱氏会社,在回复环球网记者提问时,证实其香港分公司撤回了对TVB的广告,且细其自主决定,与总公司无关。 刚刚,TVB给环球网编辑部发来回应,称对宝矿利昨天发表的公开信表示极度遗憾。 任何对无线电视不恰当的打压,均不会影响本台公正部片、客观持平的新闻报道原则。 以下为TVB回应全文。 1.无线电视发言人说,对宝矿利昨天发表的公开信表示极度遗憾。 特别是有关该公司要全面检讨,对无线电视投放广告的计划,及促进无线电视响应公众关注的言论。 2.近期在香港发生之示威及冲突事件中,无线电视新闻均实施以多角度画面现场直播,让观众第一时间了解现场实况。 无线电视成为模型,是意料之内。任何对无线电视不恰当的打压,均不会影响本台公正部片、客观持平的新闻报道原则。 随后,TVB发言人在接受环球网记者采访时表示,TVB因为客观报道,香港发生暴力冲击立法会事件。 让观众全面透过多角度画面,亲眼目睹现场实况,了解了警察面对当时环境从而做出的行动。 包括驱散示威者,同时TVB相关报道的收视率很高,影响力很大,因此受到示威者的针对。 还有示威者在网上欺凌,即恐吓TVB的广告客户,要求他们撤销投放在TVB的广告。 针对宝矿利水特撤销投放在TVB的广告仪式,该发言人认为,宝矿利水特的言论可能是希望讨好示威者,但其做法等同对暴力低头。 法治是香港的基石,宝矿利水特是正当做生意,和法营商不应受到干预,不应也不能对暴力低头。 宝矿利水特因香港无线电视台报道停警察,而撤销对其投放广告事件仍在持续发酵。 今天下午15时25分许,与宝矿利水特公司有合作的中国内地流行乐女子组合,GNZ48团体。 在其官方微博发布声明称,经多方查证上述新闻确数事实,该女子团体所述公司在声明中表示,对宝矿利水特做出此决定感到非常遗憾,并决定自今日起。 公司及旗下艺人,将立即终止与宝矿利水特的全部合作,并撤下相关商业合作视频。 声明全文如下,今日,我司通过网络平台,看到关于TVB,停警察被宝矿利水特公司撤广告的新闻。 经多方查证上述新闻确数事实,我司及旗下艺人始终坚定拥护中国政府制定的各种国策,坚决反对一切影响国家和平安定的行为。 我司对宝矿利水特公司做出此决定感到非常遗憾。 宝矿利水特公司的上述决定,已经严重破坏与我司进行商业合作的基本条件。 自今日起,我司及旗下艺人,将立即终止与宝矿利水特公司的全部合作,并撤下相关商业合作视频。 特此声明,公开资料显示,GNZ48为中国内地流行乐女子组合,由60名正式成员组成,分为GNZ48 Team G,GNZ48 Team NII,GNZ48 Team Z3支队伍,是SNH48,BY48的官方姐妹团。 随后,环球网记者浏览宝矿利水特官方微博APP宝矿利水特的网页发现,分别于6日、7日和8日三天发布的,GNZ48成员参与的相关活动视频却已删除。 此前报道,TVB,听警察被宝矿利水特撤广告,核实了,是真的。 你喝过宝矿利水特吗? 今天,很多人在纠结,这款源自日本的运动饮料,还要不要喝。 原因在于,一张截图在微博上流传开,解释一下,这张图始发来源,环球网记者无法确认。 多个转发他的推特账户称,截图为宝矿利水特香港,与香港网友的对话截图。 账户parkerswhk在对话中说,谢谢您的留言,本公司很重视您的意见。 事实上,鉴于当前形势,我们上周已经做出了从TVB撤回广告的决定。 一般情况下,这一流程需要两周左右时间。 与此同时,我们也对我们面向TVB的媒体广告投放计划进行了全面审视,并敦促TVB回应公众关切。 再次对您的意见表示感谢。 如果未来还有进一步的意见表达,请无犹豫,欢迎随时让我们知晓,谢谢您对我们的支持。 是不是还没有看懂,我们综合了网友和港台媒体的报道,再为你梳理一遍。 今年7月1日,香港发生极端分子暴力冲击立法会事件。 对于此事,中国外交部已经多次表态,本文不再赘述。 香港的极端事件发生以来,香港媒体如何表态,也被外媒关注。 BBC曾经梳理了香港五大媒体对事件的立场,其中讲到,香港明报因其社评反对暴力,反对鲁莽做法而受到外界压力。 与此同时,香港无线电视台TVB则因报道偏向警方,而被参与极端活动的香港年轻人批评。 什么是报道偏向警方,上面这样报道警方驱散示威者的是不是也算偏向警方呢? 在一些香港极端网民眼中,就是这样。 于是他们不仅在线上对TVB发起攻击,还在线下干扰冲击,TVB的活动。 据香港媒体报道,TVB原定9日晚在香港两家购物中心的活动,因有网友扬言到现场示威被迫取消。 不仅如此,还有支持反对派的香港网民和反对派媒体,在网上公开了一份所谓的TVB广告商名单。 其中就有日本品牌宝矿利水特,这才有了本文开头那张流传的截图。 推特上网友的说法是,有香港网友要求宝矿利水特撤回对TVB的广告。 宝矿利水特做出了如上回复。 但这是从推特传到微博,内地网友可能要愤怒的呀。 但宝矿利水特真的撤回对TVB的广告了吗? 在名为PokerSweatHK的宝矿利水特香港官方账户上,可以看到最新的推文于8日发布。 内容与TVB无关,这也正常,因为网友说,他们是在回复推特网友时发的私信,并非正式推文。 于是环球网记者,10日上午致电负责宝矿利水特香港经营的香港大众制药有限公司。 对方一名为透露姓名,自称负责进口事物的工作人员说, 自己窒息此事,但不了解发生的过程,也不方便进行回应。 她还表示,该公司相关负责人正就此事开会,但会议会需要多久尚不清楚。 香港分公司这样说,那日本总公司怎么说呢? 环球网记者致电大众制药日本本部负责公关事务的一位女士。 她表示,日本本部已了解发生在九日晚的这一事件。 网友截图中的回应确实是香港大众制药公司职员所为。 西刚称,撤回TVB广告的决定是,香港大众制药公司经过诸多讨论,出于商业原因考虑做出,并不掺杂政治因素。 此外,该决定完全由香港大众制药公司自行做出,日本本部未给予任何指示。 至于此次撤销广告,违暂时性撤销还是永久性。 西刚表示目前尚未做出决定,负责人员仍在进行进一步讨论。 据港台媒体报道,在宣布撤销TVB广告后,有香港网民表示,一家外国企业介入香港政治讽波,可耻,内地市场大环视香港市场大。 但也有极端的网民为宝矿利水特欢呼,宣称要捧他做抗争指定饮料。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谢谢。